歡迎回到艾爾達電視繼續欣賞2016 ITTF韓國公開賽的轉播 6月25號星期六現在下午的時間來到了三點鐘 場上即將要進行的比賽將是女子單打的八強戰 將要由畫面左手邊來自荷蘭的小球手李傑 要出戰的是中國選手左手橫拍打法的文家 當然文家在代表中國隊出來打公開賽的機會是比較少一些 不過一出來也不同反響 那馬上就有闖進八強的表現 當然李傑在這次的比賽當中 一路從會外賽闖進到會內賽 那也是有著相當不錯的成績 今年他也是荷蘭在里約奧運的單打代表 另外一位則是直拍老將李傑 所以這兩位選手也都是荷蘭隊在國際賽 在增強排名重要的戰力 對 當然對荷蘭的小球好手李傑 面對的中國選手就是一大的考驗 所以文家在國際舞台很少出現 能夠代表中國出賽有一定的水準跟實力 目前搶到八強 對文家來講當然碰到小球選手來講 中國裡面隊裡面有很多高手 就是小球的高手 所以打法上 文家有一定的如何突破小球選手的一種策略 那文家是一個左手持拍的選手 也是一個進攻型的選手 所以這次的韓國公開賽來講 比賽的成績呢 確實會影響文家是不是有下一次能夠代表中國出賽 所以其實上中國選手每一次如果能夠代表到國際比賽 就是他的機會 也是不能輸球的因素 所以心態上文家多少都有壓力 沒錯 李傑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24名 比李焦高一名 那麼這次來到了南韓戰的比賽呢 李傑第一輪是先擊敗了石川家純 4比0的局數 接下來碰到德國選手善小娜 也是直落四獲勝 所以狀況應該是調整得相當不錯 而在文家的部分 第一輪則是4比0打敗了地主選手梁夏瑩 第二輪他跟德國的小球手韓瑩 大戰七局之後4比3險勝 連續兩場比賽都是碰到小球的選手 我想這場球對文家來說也是蠻重要的考驗 對 當然對左手此拍的文家 應該是在整個動作上 當然現在是練習快節奏 待會打消球才能進攻上策略要有快有慢 來調開這個李傑的一個節奏 那現在李傑的練習 尤其反手的快打 這個在小球選手正式比賽是很少用的 因為畢竟反手用平面擊球的動作是非常少 那小球選手就是反手位大概都是所謂的顆粒 這個回擊 目前在女子單打的賽程 八強戰已經結束了兩場比賽 劉詩文是4比1擊敗馮天威 下一場比賽將要對決他的隊友朱雨林 朱雨林在八強戰是直落似打敗的余孟宇 回到場上 第一局的比賽將先由李傑來發球 第一個拉球就是插邊 由文家得到了第一分 身材也是相當高大的一位選手 今年27歲 來自中國的遼寧 基本上遼寧也是非常多桌球員的出身地 對 那以這個文家的整個體型 我想擊球的質量是沒有問題 哇 漂亮 而且呢 反攻 這是消球選手呢 基本的能力 他看對方拉球的所謂的速度慢一些呢 他就不消了 直接的反攻 我們在第二桌的比賽 中央教練跟陳佳還在激戰 現在兩位選手已經打到第七局了 3比1 李傑暫時領先 其實前幾分來講的話 來回球打得還不算多 對 其實他打 碰到消球選手呢 本身的進攻呢 就是要聯繫好幾波的進攻 有快慢的拉球 這個快 好 這個是一快一慢 擠壓的李傑 那對消球選手來講 在場上的這個能力呢 就是能夠多來回擊板 他就是要有耐心的防守 因為畢竟呢 他是沒有主動進攻的一個能力 基本上是反擊 偶爾是 應該是偷襲一個反攻 正常都是防守為主 3比3 哇 又是消了不賺的球 可以看出 文家呢 直接插插眼睛說 我要好好的判斷 因為消球選手呢 看起來沒什麼 他就是在球的中 中眼台的位置上 做一個球拍摩擦 轉與不轉的變化 哇 又是一個下線球 那一開始呢 目前來講 中國的文家呢 還沒有適應 李傑消過來的旋轉的一個變化 5比3 5比4 好 一個叫做加速 5比4 要求選手 當然他們的移動跟步法是非常重要 我們看到李傑這個時候手中反攻了 對 對 要能夠 從 防守當中轉為進攻 確實也不容易的一個 技戰術的一個變化 當然對 李傑來講 他是 在 這個能力上沒有問題 而且滿有機 哇 這好像不適應 李傑的這個銷球 紅色這一面 銷過來的旋轉 那 以李傑來講 紅色這一面是一個顆粒 黑色這一面是平面 而在第二桌的賽程 這個時候畫下句點了 最後是由左手橫排的陳建安 在關鍵的第七局 11比8擊敗了 另外一位奧運代表莊智淵 晉級到了南韓公開賽 男子單打的四強 這也是陳建安 在國際賽 首度打敗的莊智淵 對手還必須要等後續賽程 馬龍跟法國選手弗洛雷的比賽 結束之後才知道 不過這一戰對於陳建安來說 真的是 相當重要的一戰 再回到場上 第一局來講 文家還是不習慣 對不習慣 他拉球呢 基本上 沒辦法放開全力的做一個拉球 那就是對於 對方削回來的旋轉 一個落差 沒辦法掌握 連這個安全的回擊也掛網 這個打起來 攻擊選手最擔心的 就是這個部分 當你呢 自己也不曉得 要怎麼去拉這種球的時候 往往就是趕快就失誤了 5-10 想要用扣殺的方式 但是出界了 所以現在 荷蘭小球手李傑 10-5 逼出了第一局的局末點 又是不賺的球拉出界 第一局的比賽 領結了這個 顆粒這一面的小球 帶給文家非常大的困擾 也讓荷蘭選手先以11-5獲勝 1-0暫時領先 歡迎回到愛爾達電視繼續欣賞2016 ITTF南韓公開賽的轉播 中國選手左手橫拍的文家 在第一局面對李傑的比賽當中 已經5-11落敗了 當然很大的關鍵就是在於說 他對於李傑整個銷球的旋轉 並沒有辦法判斷得很清楚 所以常常會發生拉球下往或是出界的情形 來到第二局就看一下文家 是否能夠更清楚的判斷出 李傑銷球旋轉的變化 如果李傑開賽來講的話 也頻頻的發動他的手中反擊 對 一有機會就上來進攻 這個如果能夠 防守當中轉為搶攻的話 就是希望打亂攻擊選手的一個步伐 又是再一次的影響了 文家的戰術策略 他沒想到我回過去 怎麼突然間已經衝上來進攻了 所以你沒辦法做好的防備 文家今天進攻的命中率相當高 二秉的領先 二秉的領先 Let's 出了 也是機會球 還想要再搶喔 對 這樣的 這個過程喔 看得出 事實上文家如果 對這種來球的旋轉喔 還沒有很清楚的話 這個 就應該是很麻煩喔 因為你畢竟最後還是要攻擊拿分的 對 那你的旋轉的整個控制能力沒有的話 你連攻擊要進球就很難了 這個打球呢也不能說用賭賭看喔 因為你畢竟你是碰到消球選手 所以要趕快的適應啦 哇 全部在控球 這樣打的話呢 我想李傑就很好打了 本身呢 你沒有攻擊能力 我能攻我就攻 不能攻我就要安全的回銷 好 回銷過去呢 讓你的整個判斷呢 產生失誤就可以了 好 看 欸 好球 終於拉上一球了 反手為了角度喔 那讓李傑回擊掛網 4比2 荷蘭選手仍然領先 哇 下線球喔 紅色這一面喔 削過來的旋轉呢 可以看說中國這位 這位選手目前呢 沒有其他的招式喔 也不敢完全的拉出他的質量 換成黑色膠皮這一面喔 正手的消球沒進 只是拉慢的喔 把球帶上來 事實上 這是李傑不應該失誤的 因為對方沒有很強勁的拉球 3 6 哇 這個 這樣的過程喔 對文家非常不利 分數沒有辦法咬上來喔 始終都保持一定程度的落後 又是進攻 這個這場球賽是 第二級的過程喔 是消球選手李傑在搶攻 進攻的機會好像還比文家來得更多 要打贏消球選手呢 當然比賽的變化是有 但是唯一的條件 就是搶攻 再搶攻 拿分 應該是目前的發展 沒有其他的戰術 你只有防守的拿分的機率是不高啦 所以要拼命的再搶 這樣的拿分不高 對 就是這一板球喔 能不能在40的重板的 一個擊球 總算是找到機會啦 這個是 完全是要靠 這個所謂的質量齁 來拿分的 對 必須要打得非常有耐心才行啊 7-4 7-4 又高起來了 5-7 李傑這一次進攻出界喔 非常可惜 比較少看到這樣的狀況 非常可惜 我相對來講 對文家 就是要好好把握住機會了 來到第二局後半段 現在分數 總算是咬上來 好快慢 開始去調動李傑才行 哦 漂亮 對 雙方都有攻防一個策略的運用 當然這一球呢 文家就打出呢 他拉球的整個旋轉的一個強弱的變化 當然對這個李傑 感覺上啦 這一球打下去應該是 比較明顯的了解對方的旋轉 又是太高了 不過李傑今天的進攻power度真的 也還是相當高喔 儘管有失誤出現 但是他並沒有改變他的打法 一有機會馬上壓上來 8比6 李傑守住領先 現在發球權也回到他的手上 哇 確實是下線球 自己一拉呢 就覺得不對了 這個球完全是判斷錯誤 這個下一個下線球 他還是輕輕的一碰 這個要加速的往上摩擦 所以 哦 好球 終於呢 這個球呢 就是全力的放開的進攻了 現在這樣看起來 文家有時候拉得懂 有時候拉不懂 就是看得懂看不懂 中間就會產生這樣的落差 也是不賺的錢 這球應該也清楚齁 所以 消球選手呢 能夠打到 讓對方呢 出手有點遲疑 這個局面大概就是消球選手 希望見到的一個策略 最後文家的反拍回擊掛網 第二局的比賽一樣是由荷蘭選手李傑獲勝 比數是11比7 現在他以2比0領先文家 歡迎回到轉播的現場 荷蘭消球手文家 在2016年南韓公開賽女單八強戰 碰到中國選手 碰到 1比7 1比7 獲勝 對於文家來講的話呢 來到第二局 中後半段的一些拉球的反應上 好像還是沒有辦法完全的掌握住 對方消球的強度跟變化 對 當然 對付消球選手 唯一的 你對中眼台後台消過來的旋轉的 一些變化 一定要非常清楚 你才有能力呢 重板的擊球 那甚至呢 你可能 在拉球的穩定上呢 才會 增加啦 那你如果呢 消過來 到底他的轉或不轉呢 一定再遲疑 這個球賽大概就不用打了 目前呢 文家在前兩集呢 確實有這個問題 那看能不能第三集呢 細心的觀察 到底他的習慣的旋轉是在哪邊 那對李傑來講 基本上呢 掌握消球之外 可能有一些反攻的機會 哇 這球應該是差 對 差邊 讓文家拿到了低分 1比1 哇 又是一個不轉 所以消過來呢 哇 他自己呢 都一直在 摸不著頭緒啊 這個表情呢 就是說 怎麼會 我判斷的是一個下線 為什麼又是一個不轉的萊球 這個就非常麻煩 對 要嘛 發球直接的一板 強勁一點的攻擊 這也是一個策略啦 因為本身發球 對方一定是回過來而已 嗯哼 質量不會太高喔 2比2 哎 李傑的失誤喔 第一局來講幾乎是百發百中 不過二三兩局 開始有一點失誤出現了 但今天整體下來看的話 只要李傑主動進攻 他拿分的機會還是滿大的 對 好 消過來看這個球 喔 從畫面可以看出 這個文家呢 還是不適應李傑的消球 這個在拉球的整個摩擦 一定會產生呢 整個信心跟詞意啦 所以還是要提醒的就是說 消球選手 畢竟呢 他是中眼台 一般是站在球桌的後面 做一個安全的回擊 那主要是旋轉的一個變化 4-3 文家直接發球拿分 這個有點差距 看不懂啊 他畫面好像說 你消過來到底是 所謂下選還是 不賺的哪一球啊 這個選手自己也講 看不懂那就麻煩了 4比4 4比4 喔 打球得分喔 事實上 荷蘭的李傑一定要 掌握這個局勢齁 多來回 多來回幾球齁 不管高低呢 我想 拿分的機會是滿多的 只要穩扎穩打 應該是 對方也沒辦法 非常強勁的拉球 你看 文家也不敢發力啊 哈哈哈哈 這個球打到 他自己呢 就是我手痛 是感覺啦 應該是沒有信心的 所以 李傑是一個 一個機會 要贏這一局的話 我想是一個機會 不過 或許這也跟我們剛剛有提到 文家已經是連續兩輪的比賽 都碰到消球選手 那 前一輪他是 跟韓瑩打滿七局來獲勝 可以發現就是說 同樣都是打消球手 但是李傑的消球 跟韓瑩的消球 這種質量旋轉一定是不太一樣 對 每個選手 他有一個 消球的特性 看起來動作一樣 事實上 他的變化是完全不一樣 像這個球 又是不賺的來球 所以也是第三局裡面 尤其李傑呢 用黑色這個 平面消過來的 不賺的球 得分力滿高的 所以 對 文家是不是 很頭痛 擠球的位置 改變一下 是不是 往他反手 用顆粒這一面消過來 掌握度會稍微高一點 6比6 對 打紅色這面 看能不能好一點 這個應該是下線球 哇 這個要小心了 這個又高起來 又高起來 只要呢 李傑呢 黑色這一面 平面消過來的旋轉 就是 文家 非常頭痛的一個位置 這次反手的進攻 文家 在6比7落後的情況下 跟主審請求暫停 打到目前為止 真的是很頭痛 對 這個 一般碰到小球選手 那 你從 戰術的運用呢 教練可以知道 如果旋轉的 轉與不轉 看不懂 教練要怎麼知道 這個 因為畢竟 場上是選手在對戰 這個人扣應該拿起來 所以 可能上 應該這個中國教練會說 發球你的第三板 就直接 兇一點 看能不能直接得分 因為當你看不清楚的時候 來飛球越多 你自己會越亂 所以 是不是 請求暫停之後呢 教練 有所指導 好 那 以 荷蘭的 李傑來講 這場球賽 齁 確實不用急著搶攻 他只要穩住防守 打亂對方的整個判斷 大概拿分的機率非常高 對於文家來講 剛剛出現有太多這種過渡性的回球了 並沒有辦法打出自己的殺傷力 這是暫停鍋回到場上 他必須要趕緊調整的地方了 7比6 李傑還有一次發球的機會 發完球 對 先防守 應該就是沒有多大的問題 也是非常賺的那一球 所以 這種下線球 你拉球的 你可能 力道就要增加摩擦力 但是不賺的那一球 你又不能太多的摩擦 喔 對啦 就是這一 這一板球 就像 中國教練應該有所指導 就是說你發球第三板的 攻擊 力道要增加 最後的扣殺 第二個發球 讓文家拿到第七分 好 加速 哇 這時候就麻煩了 就麻煩了 後回來 李傑的反攻 哇 原充兩板 最後這次的回擊出界 這一分李傑發揮了相當精彩 對 這個 攻守 技嘉 配合得又好 哇 這個快 可以看文家也沒有去注意 9比7 哇 這個看沒有很清楚 直接平級式的扣球 這太危險了 它是一個下線球 所以你這樣打的話 這是一個冒險 10比7 現在李傑出現了三個局連 喔喔喔喔喔 開到短球 當然這是機會 8比10 先化解掉李傑的第一個局點 不過這就是跟小球手打麻煩的地方 如果你看不懂他的旋轉的話 那比賽的勝算就很低了 對 那這兩分要追上來 確實是有困難 除非你發完球呢 掌握好的攻擊 這個球沒有機會 大概又回到安全球的話就麻煩了 喔 好球 哇 李傑呢 消球自己出界 9比10 吳文佳 關鍵時刻連追兩分 喔 再拿一分 對 其實也不容易啦 能夠後面這兩個球還能夠連續殺球進球 對 偏高 直接的一個瓶級式的扣球 一個拉扣的結合 也是進攻選手呢 比較有殺傷力的一個動作 啊 這個球是好打的位置喔 又是偏高 結果是打出台出界了 文佳沒有把握住機會喔 這也讓李傑出現了又一個局點 這球漏掉 當然文佳也相當懊悔啊 哇啦 結果被李傑直接進攻拿分 第三局的比賽來到Deuce才分勝負喔 不過獲勝的依舊是荷蘭小球手李傑 12比10 目前他3比0 領先中國的文佳了 這球李傑來到南韓公開賽 會內賽的前面兩輪都是以直落四獲勝喔 這場球面對中國走手橫拍的文佳 現在李傑也是3比0領先 很有機會再拿一個4比0的勝利 那當然這要看文佳來到第四局喔 經過三局的適應之後是不是 真的有辦法去讀懂李傑旋轉的變化了 對 當然一般對進攻選手 應該是越打局數越多就會了解呢 消球選手的一個旋轉的落差啦 畢竟消球選手呢 擊球的距離是滿嚴的 哇 太擠了 太擠了 直接想要又是一個殺球出界 直接想要又是一個殺球出界 有時候又來一個不轉的消球 好 先戴開 哇 它這個紅色這一面喔 所謂的顆粒呢 是一個帶有反旋轉的作用喔 所以你文佳呢 拉的上限越多 它銷回來就變成下限越多 所以這個是要注意 哇 拚了 好球好球 對 這時候也必須要這樣打才行喔 對 就是快速的一個進攻喔 看能不能拿分 前衝 哇 結果回擺一高 又被李傑找到機會啊 今天其實以李傑 手中反攻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喔 對 因為它主要喔 還是文佳喔 安全的過度的處理過來的球都是偏高 嗯 那當然還是回到很重要的因素就是 它完全沒有掌握對方的旋轉的一個變化 所以有時候進攻就是單純去拚啊 如果對手的旋轉可能沒有來得這麼好的話 你還有機會拚得近 但是一些不轉的球喔 或是很強的下旋的球 基本上去硬拚來講是比較不治的選擇 對 對 喔 這個球 這個球 李傑呢沒有消好喔 喔 還有三分的領先 5比2 哇 終於 改到了一個機會球 哇 這個球最有速度了 接發球直接進攻 對 他看到一個長球 發力 對啦 也難得出現了一個好位置 不過這樣球其實文佳一路都打得還滿悶的 然後 又是發球之後的進攻 一定要在盡量的 來回板數越少的當中 哇 這時候 然後 荷蘭 李傑呢 趕緊喊暫停喔 實際上要趕緊的 能不能 在第四級呢 搶下來啦 因為 如果 喔 急速越拉長 對 人家就越有利 畢竟呢 人家已經找對了一個技術 就是 前一兩板 重板的進攻 李傑 根本5比2的三分領先喔 被對手連桿兩分回來 結果也來到場邊 跟他的教練 做討論 李傑這一戰的 排名成績當然也會影響到 他到 李悅奧運的種子排序喔 目前來講的話 好像我們一直講到說 莊志願在爭取前四種子 那 事實上呢 在 李悅奧運會 只要排名在前16種子 你都是有機會 第一輪的比賽是 不用參加了 可以直接從第三輪開始打起 所以呢其實越靠前的話 當然是對選手 整個體力的消耗上面是比較有利 暫停回來 文家還以4比5一分落後 哇 這次想要拉一個比較困難的角度啊 你覺得自己有點急躁 有點急躁 事實上 他能夠回擊 來回好幾板球之後呢 大概就是 掌握整個旋轉的變化 哇 這個完全是 跟他想像的旋轉呢 應該是自己也在笑喔 所以在文家來講 這個還是 看不懂 看不懂 應該是看不懂 從比賽的過程來 應該是 不能說 用 好像 用賭博士的方式 用賭的 不行喔 打乒乓球 這是一個 這個準確性呢 就是旋轉的變化呢 這是重要的一個技巧 李傑這次發球 直接發到比較深的弱點 也擠壓到了文家 5比7 好看拚這一板 沒有機會 沒有機會 因為 李傑接發球接的 又滿低的 又滿賺 這次的正手回擊也掛網 這個球賽 明顯的齁 李傑要拿下第四級 是沒有多大的問題啦 因為 畢竟呢 文家呢 安全的處理的旋轉 也沒有看得很清楚 好 這個可能會 喔 下完 已經打了 在拚球了 6比10 6比10 現在文家 面臨到對手的 四個賽末點 進攻出界 所以比賽就此畫下據點 荷蘭跳球手李傑 以10比6拿下第四局的勝利 所以最後再以直落四的局數 擊敗了中國選手文家 所以代表李傑 這次南安公開賽 打到目前為止 連續三輪的比賽 都是以直落四獲勝 晉級到今年南安公開賽 女子單打的四強戰 所以 或許這樣比賽的 整個進展的過程 也可以告訴我們 當碰到 難纏的消球選手的時候 你看到他的選手 真的是 沒有太多跟他們 拼戰的本錢 對 那 因為乒乓球的打法 其中就是 消球選手 佔有 非常 一個打法的要件 所以平常要多訓練 你畢竟要有這樣對戰的練習 場上的控制才有機會 好的 轉播進行到這邊 當然也非常感謝您這個階段的收看 也謝謝周老師帶來精彩的講評 我是吳申甫 我們下一場精彩的桌上對決再會 拜拜 拜拜